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你好,主席好,兩位好 今天聽到這個入圍名單有沒有什麼感受? 我做主席這麼多年 都沒試過這麼緊張 OK啦,因為有兩部戲,我監製 很害怕這個有的沒有,這個有的沒有 然後晚上要去心理輔導,所以現在兩個都有了 放心 我其實都挺平常心的 不過到準備公佈都有點緊張 尤其是今天其中剪接,盧偉倫導演 八隻的剪接,我們一起幫忙去獎 所以一起知道都挺開心 我好像沒有你那麼緊張 你很緊張我才看到 你覺得第一次做創作組 其實我由三十八界一直都在創作組裡面 接著 我們都無分彼此的,每個都是 你幫我,我幫你 很多人一起幫忙 所以 都很多年了,我立刻幫了去 今年真的自己做狗頭 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其實也不是說困難的 我想每年我們其實全行的人不同的導演 不同的崗位都很落力去幫忙 所以今年,我覺得很感謝上年 鄭思潔導演和黃俊導演 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紅地毯金融獎榜 我其實最重要的都是跟上去好的東西 希望保持得到 那就已經很好了 是不是? 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我說全部都拿了 很難 但其實我看到如果 因為我們歷時了都好幾年 還有很多好兄弟 還有一些演員 台詞幕和一起努力 所以 總有一些斬落 這樣已經很夠了 其實沒有想太多 但這次是有十幾個獎 十 十 十六 十六最多 是 百分之下十六個? 是啊 最多 是啊 那年少日記多少 十四 十二 又要心理輔導 要心理輔導 我們心理輔導你而已 是嗎? 主席 其實鄭啟泰 這麼多年都是做一個瓦瓦的事 其實原本今年是否做得到 是的 所以 所以我看到新聞 我都很不舒服 因為鄭啟泰 我跟他沒有什麼私交 但每次都是金融獎見到的 我都覺得他很溫民 很一個nice guy 所以 希望他的未婚妻堅強一點 那今年會有哪一個退代 我們因為很突然的消息 是的 同鄭啟泰 他們一直都 他要求很高 一直都幫了很多年 那麼 我們還沒想到的 消息都很突然 暫時 所以都要 我們會再去研究 還有一些時間的 所以還沒急 主席之前也有提過 想找接班人 會不會在這一兩屆 會找到接班人 是的 李斯主席的崗位 相對來說 我以前做導演會會長也做很久 通常這些位置很難去靠一個 我以前做了很多年 導演會會長 其實 你很難去 譬如說會員投票之後 就選舉出來 強硬逼他做的 因為有些朋友他未必適合 或者他沒有興趣做的 那導演會會會有 將會有新會長的 選出來 那麼 金會長主席這個位其實 可能大家觀感覺得 是很麻煩 很多事情搞的 所以 我現在跟我的行家說 你們如果要做主席 就不用怕 因為其實在製作創作 已經有很多人在 找贊助 他說很多 班底已經很完整 所以 希望看看哪位有興趣 考慮一下 因為我要照顧女兒 所以 準備要多點時間給自己 一年多都到了 實際上 就靠你們 不要了 沒有興趣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太年輕了 不要找我搞了 昨天 偷偷 我認識他跟另外一個 阿卓那時候他都未夠三十歲 做金會長 是啊 他們兩個都未夠三十歲 現在都三十多了 是不是 那些 40出頭可以考慮 OK 再算 主席 姜大偉也入圍了 有沒有替他開心 你問他 我想你還沒出生的時候 他都拿亞洲影帝 這些他都不會太激憤 不過我想 年三十晚那時候 我都準備買一支香檳 學一下他 會不會想自己 班 他有機會親手班 都在手上 現在的提名 這麼多東西跟我有關 我都要在這裡鄭重聲明 這個金像獎 是沒有人可以操控的 你都不會以為 裙帶關係 可以 所以我都 都幾開心的 江大偉他其實已經是 他大了十歲 他現在很享受他的生活 拍戲的生涯 他很喜歡跟各種不同的 尤其是年輕人 他跟年輕人關係都很好 我想他最重要是享受的工作 獎項和片酬 我想他不是第一次考慮的 剛才你也很感慨 其實你也很感慨 你也很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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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金像獎項董事局 那麼多年一定要維持他的公平性 所以所有我們優化的制度 都是防範有人 譬如有人做票 至於有些比較感性的事情 如果有些工作人員 可能他投回自己參與那部戲 這些人都常常可以理解 但如果我們將投票人的數量擴大 其實就是減低這些情況 所以如果Oscar有9000人 我們如果有2000人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平衡到 有人說 你全部行家自己選 是否會選一些很大老的電影出來 其實各位留意一下 不是的 有些小眾電影 不是那麼商量的電影 都可以獲獎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對 我們所有的投票人 就是業內的 其實都有影評 有些新聞工作者 有等等的人 有些人早期入了會做選民 我覺得 各位可以信任我們 我們是百分百公正的 那其實今年的選民人數 是多了多少 剛剛說了 是接近2000人 去年 相比去年 你考試 我去年一模 記得我 那第二輪投票 有沒有說 就是想做標性 因為今天說 幾個比賽已經很好 那第二輪有沒有說 我認為 不會低過去年的 我覺得 因為有一個問題 其實每年我們選民等等 要有更替 有些可能是移民 也有些行家是離世 但我們選民為何增加呢 反而過去這幾年 很多新一代進來 台前幕後 其實多了很多人 所以它反而 我們的人數上升 是這個原因 我們每一年都很盡 我們全力去吹票 包括14個董事 其他辦事處 他不是14個會員 那些 其實秘書處是 打電話吹票的 今年我都頗滿意 我都頗滿意 當然希望 我們會不斷呼籲 第二輪的選民投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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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4號 將會在文化中心這裡 隆續舉行 這個時候 交給主席 會說幾句話 大家好 上年我們 就 回歸文化中心 那 就在 河賓祥 舉辦這個 紅旗戰 那 是得到非常 好的回憶 嗯 沒有老眼鏡 好大件事 很快 我們又要 42屆了 4月14號 要上話了 我們其實有一個宗旨 就是 對去年的崗位 我們的同事 他們結出的成就 做出一個表揚的 亦都是我們透過這個頒獎禮 向外 宣傳 和推廣 香港電影 今年有些數據都挺特別的 我們今年 2023年 合符之隔 參選 的電影 有50部 是新導演 去年 去年 最賣座的十部片 最低票房那部 都過千萬 票房最高那部 是超過一億 那位就是 吳偉倫導演 是一個老編的 但是是一個新導演 那 我也很希望 新的一代 尤其是 我們全學 那 盡量拍多些電影 除了提升的質量 對工業來說 數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 希望今年 大家 努力 那 那 我們 今年的選民 其實是去到 一千八百九十位 那 我上任是一千二百七十六 我其實 希望有 二千人 但是 差一點點 達不到 為什麼 那數量重要呢 因為我們 很多人說 我每次都說 其實 都是一個小圈子 但是 你如果 二千人都出來 小圈子 那你看看 你怎麼去看 這件事 我覺得 越是多我們 學家投票的話 他的 公信率 越足 那麼 今年第一輪 的投票 呢 經會計師核實 是有 一千一百九十五票 投票率 是六十二點二三 那 這個是非常高的 那 我也要多謝第一輪的選民 和專業評審 多謝你們的支持 都希望 在下一輪投票的時候 大家 擁有一點 選出大家 心目中的最佳 那 我們本屆今天獎的班底 剛剛說了 就是我們美少協會的會長 文廷宗 那 製作總監呢 就是賴華 做了很多年 創作總監呢 就是 簡軍進導演 那 我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 每一年都盡量 因為 訓練的人手 每一年都找一位 新導演來做 創作總監 那 現在其實整個班底 都非常年輕的 那 已經是成熟的了 那 我覺得 就算我卸任 都夠用幾年了 那 音樂呢就是 朱雲編和大偉 那 我相信在這個班底之下 我相信今年的節目 是一定會非常好的 那 那 那 我在這裡多謝創業香港 香港田徑發展基金 和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提供場地 給我們 那 那 當然 已經多謝所有 贊助商 那 我知道我們的經濟 並未完全復甦的 在你們 面對那麼多困難 那時候 還肯支持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也多謝很多 合作課本 最後 我希望 所有觀眾 和港大的市民 支持香港田徑 4月14日 看我們在ViuTV的直播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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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